俄强化北极地区军事存在 俄罗斯士兵在北极地区进行军事训练 近日 俄罗斯媒体盘点年内俄北极地区军备建设情况 兵力调整部署方面 年初 俄北方舰队正式升格为独立军事行政单位 成为俄军编程内第五军区 负责摩尔曼斯克等五个联邦主体的军事机构和部队指挥管理 整体推进该地区军备建设 这是苏联解体后 俄军主力战机首次在极地执行常态部署任务 俄首次在该地区部署S400防空系统 与独立雷达分队形成真打一体作战模式 俄国防部投入39.85亿卢布 用于法兰式约瑟夫地群岛纳古尔斯科耶机场修建 使其具备起降图杠95MC和苏复34轰炸机的保障能力 在提升军备建设质量同时 俄通过军演和非对称武器试验等方式 展示极地控制能力 8月 俄联邦武装力量在北极举行近10年最大规模演习 投入逾1万人 30艘舰艇和近百辆装甲车 组织海域封锁与反封锁 登陆与反登陆等课目演练 首次出动二架米格杠31BM尖机机 在北极圈完成证 反向空中加油 首次在北极地区进行反高超音速武器载具试验 米格杠31BM尖机机在2万米高空 对假想敌目标完成拦截攻击 年内 俄开始在北极地区修建浮动机场 以保障军事 救援和运输航空队的行动 推出北极航道集装箱航线 组建货运基地 以提升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实惠航空队的行动